段先生介绍 经营项目是一家经过审批的实弹射击俱乐部 他以自己公司的名义 跟杭州芒果体育策划有限公司签了一份合作经营合同书 合同约定 段先生的团队以入住的方式进入乙方场地 成为乙方合作经营方 段先生的团队入住经营的收入和乙方股权投资无关 段先生不能擅自将乙方经营权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者转嫁等方式 给第三方经营 双方不存在任何共同投资 雇佣承包关系 甲方自负盈亏 员工由甲方自行招聘 段先生的团队入住期限从今年7月12号到明年7月11号 有效期一年 双方的结算方式 小口进子弹甲方以3.5元每发 大口进子弹以19元每发和乙方结算 段先生不交房租 只负责团队开支 小口进子弹以15元每发的价格进行销售 大口进子弹以70到100元进行销售 除去一些开支 段先生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 他说俱乐部暂停营业了一段时间 10月28号那天过来 发现有人在拆大厅 我就很郁闷 搞不清楚啊 然后里面呢 一拆我肯定要阻止嘛 对不对 一阻止呢 他们里面的人就是冲上来就是把我们赶走这种 段先生报了警 双方去了派出所 段先生说 当时杭州芒果体育策划有限公司的洪总不愿跟他沟通 从派出所出来以后 他跟一个怀孕的女股东又去店里拍照取证 里面的其中一个就过来了 然后就堵着我们不安静 然后我们呢 就没管他嘛 就继续往里面走 因为去拍照 那走到半路呢 这个人就用烟头呢 就烫我脖子了 这个后面有 你看 都是有的 段先生脖子上有个伤疤 说是被当时在店里的一名男子烫伤的 后来 女股东报了警 段先生出示了一段手机视频 一名女子躺在地上 医院诊断 段先生鼻部挫伤 胸部挫伤 右侧第五前肋骨骨折 右手挫伤 腰背部挫伤 气质血欲症 段先生说 女股东头部和腰部损伤 涉及身孕 还在接受观察 孕妇呢 现在是是也在住院当中 就是打到头部血流之后呢 也就是在这个住院过程当中 孩子怎么样 孩子呢 说是先造早产 段先生说 当时对方动手的那个人现在也在住院 当时他打了孕妇之后嘛 就自己又假装摔倒了嘛 就自己假装摔倒了嘛 就自己假装摔倒之后 他也在住院 段先生告诉记者 事后 他找杭州芒果体育策划有限公司的红总讨说法 我想的是把竞技圈拿回来 但是呢 他就不出面 那你这个呢 你们的受伤这些东西呢 这个费用刀肯定是由他们打人责承担的 找到萧山开园明都大酒店副一楼的浙腔会实弹射击俱乐部 里面正在装修 外面有杭州萧山虎牙俱乐部的广告牌 上面有拳击的图案 以前这块就是我安排的拳台 就是接待区 这里是休息区 那边是娱乐打台区的区域 红总在不在 红总在我们回家去干嘛 就是他那个 之前他那个合伙人 合伙人说不是被挡了吗 直接把电话研究过来 虎牙是我们投资的 我们外场做了一个俱乐部 他只是一个招商团队 我是老板 我是大股东 我是控股方 他又没有投资又没有什么的 他是纠缠缺草 发生冲突那个人是谁的 员工 呃 虎牙的员工 虎牙的老板是我们这个设计场的股东 哎 就是我们一个场地 进行了两种业态的经营 红总表示 店内的业态布局 段先生这一方无权参与 在段先生团队入住的这段时间 他发现了不少问题 我们跟酒店都是八年的合同嘛 那他们也没有出过一分钱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办公室给他用 那他对外宣称这家电视他的 那现在造成了外面的像一个叫熊华的 还叫周怡的 他都用这个名义来去说这个电视他的 他个人都收了别论很多钱 那这个钱是 他说的钱是什么呢 会员费还是什么的钱呢 他不叫会员费 他说给人家去股份转让啊 包括什么子弹采购啊 因为子弹采购是我们主体 我们主体公司有特许经营证的 那我据我们现在了解大概是在七八十万 这又没有到你们这里呢 这个钱 那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经营合同就很简单 我给你子弹的价格 卖出去的是你的利润 给你一个一个低的一个会员价嘛 你去赚你的利差嘛 洪总告诉记者 当天段先生带着女股东来店里 是段先生一方先动的手 他先动手的 因为我的员工所有的都交代好的 不允许动手 还有孕妇吗 孕妇是自己躺地上 洪总也提供了一段视频 他说当时虎牙俱乐部的工作人员 跟段先生的女股东都躺在地上 虎牙的工作人员头上还流了血 洪总也提供了这位工作人员的诊断证明书 医院诊断 闭合性颅脑损伤轻型 脑震荡 还有多处挫伤 不会跟他去谈任何东西 那你要去走民事走民事 打人的已经打掉了 打掉现在还住在住院 被打方这个口供还没录啊 因为你要双方口供录完才能对他执行拘留啊 这个段总是要肯定是被拘留的 这个呢 之后我们要该追责追责 但是追一定是把事实录清楚 对于洪总的这些说法 记者又向段先生核实 我们压根就没有动任何手 然后他说那个运妇他是自己倒地的 这个因为报告都有 这个倒地能倒得倒出山来的 对不对 段先生还表示 他没有以浙枪汇的名义在外面收钱 我买了经营权一年 对不对 然后我的朋友 比方说要来打枪也好 还是说要怎么运营也好 对吧 他们可以给他们差价 给他们去去赚这个钱就好了 你的朋友也让他们去赚 对 因为我这边拿过来经营权 我是不是要管理团队 他自己认购 比方说多少子弹 对吧 自己去然后带客户嘛 相当于是销售行为嘛 让他们去销售这样子 他现在不认可 你跟他是经营这个关系 对 我这边的话合同也有 对 如果说他要颠倒是非的话 对吧 反正我就正常走这个法律途径 记者从萧山警方了解到 目前案件已经受理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